管师傅是辽宁人 从2015年开始 在杭州萧山一个小区里 卖粮油蔬菜 2017年 他租下了现在的沿街店面 东方文化园步行街5-11号 顾客面向四个小区的 我们是自己拉 为了那个啥的话 方便我们自己去求货 到沟庄也到长山去拉货 然后自己卸 我们就是放在门口嘛 放在门口车屁股掉过来 然后我们自己就往屋里抬 管师傅介绍 他一般凌晨2点多去进货 早上6点多 在店门口的路边卸货 前几天 他发现门口这条路 要重新规划停车位 他们说南边和北边 要建那个搜费的停车位 搜费的停车位 如果要是说挨着我这边停的话 我那个货物就是不好装卸了 原来就是积飞混合道很乱的 这车还多 改完以后路面更窄了 管师傅告诉记者 他从社区了解到 新规划的停车位是不间断的 他担心以后早上卸货时 门口停着车会很不方便 希望主管部门能考虑这一点 调整一下方案 原来我搬着还挺舒畅的 现在车一停 我得从车上面过来 我说哪怕你三个四个 给我们留点空 找到一桥镇阳崎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介绍 这项工作 他们主要负责配合 建议记者去镇里了解情况 再找到一桥镇政府 工作人员记录了管师傅反应的问题 表示会联系相关同事了解具体情况 管师傅后来反馈 镇里之前就在考虑 在车位与车位之间留位置 具体方案正在进一步确定中 当地社区也回复记者 华停车位是为了便于有序停车 目前处于老线剔除 意见征求阶段 商铺卸货在原方案中就有体现 接下来还会考虑增设卸货区 满足商铺实际需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